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盡月 今天是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話說有一宗怪物 說到葵聰邨有個男子會襲擊路人 為何的呢 和他不認識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屯門有一宗罕見意外 據報有輕鐵是撞到屠人的眼 為何會撞到屠人的眼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盡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場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葵聰邨商場男子疑似是失常 釘雜物打算襲擊路人 結果街坊制服送院自你 報導的男人提到葵聰邨發生襲擊案 在昨晚8月27日晚上8時3時左右 警方接報說有個男人在葵聰邨的葵聰商場 試圖隨機襲擊他人 有人嘗試制服這個男子 警方到場調查後 一名35歲姓鵬的男子被救護員送往人際醫院自你 事件中幸好沒有人受傷 警方暫未拘捕任何人 將案件列作發現精神悶亂人事處理 現場消息說事發位置是行人天橋 有個男子懷疑精神狀態有異 不斷徘徊上子與無論次 並四處是謾罵途人 其間更加曾經嘗試用雜物 折向使用扶手電梯的行人 當中有一個59歲姓鵬的女徒人幾乎被襲擊 有一個45歲姓鵬的南街坊建議勇為 制服這個攝氏的男子 姓鵬的婦人立即報警求助 現場留下了一塊斷開的小心地劃的告示牌 以上來自HQ的報導 這個男子當時疑似突然失常 在現場徘徊 另邊相當的雜物襲擊途人 另外有街坊建議勇為將他制服 警方將他帶走送院治理當中 未知這個男子當時的動機 以及他有沒有醫院或社工跟進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也說過這宗行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導 輕鐵屯門田徑站撼女徒人 右眼輕傷 送院治理 報導幾乎問題 屯門發生輕鐵撞人交通意外 昨天晚上8點05分 一列往屯門碼頭方向行駛的507線輕鐵 在田徑站意外撞到一名女徒人 其他徒人懷疑女事主被困 大驚報警 救援人員接報港誌 證實沒有人被困 癌狀的女事主右眼流血 經膚治過後被送往屯門醫院救治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不幸當中的大行 當時街坊以為這個女事主被困 大驚報警 不過估計被輕鐵撞倒 當時估計那個位置應該是行人過路柱 未知這個女徒人怎樣被輕鐵撞傷眼部 是那些零件 那個的倒後鏡 還是過路的時間被撞 這些都要有待了解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衛有巴士迷站巴士的車頭走廊拍攝 辯稱香港沒有肖像權 車長勸語不果報警求助 報導幾內問題 昨晚8月27日晚上8時多 一名82K九巴車長懷疑和兩名巴士迷爭執 使自大圍街市巴士站對開時 車長報警求助 車長報稱駕駛期間 有兩名乘客站在車頭走廊拍攝 擔心安危下叫這兩個人坐下 不過這兩個人不聽話 於是司機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後調查 有攝氏的巴士迷上載部分事發片段 就到社交網站 其中一段片 就看到車長 將巴士停泊在車站後 在司機位起床 要求拍片的巴士迷坐下 就說車不開了 就是這麼簡單 要不就坐定定 又直言如果繼續拍攝就不開車 不過巴士迷反駁 你不想做就出聲 又說香港沒有超像權 不可以思 更加不時夾閘笑聲 另一條片顯示 攝氏的巴士迷聲稱車長非法禁錮 又質疑 你不過客的話 又不讓人下車 想怎樣 你不做不要緊 你開門讓人下車 你無權的 你不是警察 更加有巴士迷讓言 要到九巴人事部 和運輸署投訴 就說你想不想運輸署列你做黑名單 以後不可以開任何東西 回家開兜 期間車長未有任何回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兩個巴士迷估計年紀非常輕 說話都很囂張 據報這兩個巴士迷 當時在巴士走廊拍攝 未知拍攝甚麼 是拍攝沿路的風景 還是拍攝車長開巴士 巴士車長提醒他們不要再拍 不過兩個人串串共 說香港沒有超像權 令B商當時巴士車長停車 就說不再開車 如果他們繼續這樣的話 那兩個人依靠不害怕 又說要去投訴 結果車長報警 未知警察有沒有帶走這兩個巴士迷 若然只是帶他們走 回到警署調查 估計他們哭也哭不及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33%受訪家 是不願意生兩胎 經濟養育壓力巨大 港媽說兩萬元的獎勵 都不夠請賠月 兩文提到 政府近年鼓勵生育 以組合權的方式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香港兒童保護會 就在昨日8月27日公布 女性生育第二胎的意願問卷調查結果 數據顯示 當中有3乘3的受訪 以生育一胎的婦女 她是不會考慮再生多一個小孩 主要原因是經濟和教育照顧壓力交大 受訪者希望政府可以從提供的育嬰和家長假期 延長和落實全新的市產假等等 來提升生育的意欲 在影響生育第二胎的意願的原因方面 不願意生育的主要原因 依次是經濟壓力 教育和管教壓力 居住的環境態勢 工作的時間過長 和難以兼顧工作 還有育兒 另外日間幼兒照顧服務不足等等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道 最新的調查結果 當中有3乘3的受訪家長 是不願意生第二胎的 說到經濟非常之大壓力 當然是你生育嬰兒出來 要照顧嬰兒 從小到大要花很多錢 在說另一邊雙說到 若然生第二胎的話 也說到有很多政策服務的支援相當不足 也有港媽就說 政府派的兩萬元獎勵 也不夠請陪月 又真的如果想鼓勵生育的話 應該要想多些政策 否則未來生育率不斷下降 對香港來說也未必是好事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在香港生過嬰兒 以前李麗珊就說 至少要花400萬元 現在2024年 究竟要花多少百萬 這也是令到很多家長朋友 未必願意生第二胎的原因 另外也說到這件熱話 有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旅遊 沒有兌換現金和港幣 小紅書大神 血淚教訓 提出幾個意見 是溫馨提示網友的 內文提到 這個女生在小紅書大神 去香港我的血淚教訓為提發帖文 列出六點來到香港旅遊的建議 提醒其他內地來到香港的旅客要注意 他提出的六點包括要兌換港幣現金 要帶那些插數的轉插器 另外要做旅遊工 還有要買張八達通 還有自己帶水 還有酒店要訂在尖沙咀旺角附近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血淚教訓 叫大家尤其是內地的網友 來到香港旅遊 記得要兌換錢 因為香港暫時雖然手機支付 都是相當多的地方 但都是以八達通和現金為主 令B商一口氣有六大建議 當中也提到 還有酒店要訂在尖沙咀和旺角附近 估計因為如果你訂到生卡 每次出門都要坐一個多小時的車 才能夠去到一些景點 基本上整個旅程只是坐車 另外也提醒大家要帶轉插器等等 這些其實去旅遊就應該要做好功課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還有什麼可以提醒他 不妨劉果然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 旅遊